字幕提供 11岁的李姓男子 他在北海道一处度假村滑雪时 一次不小心跌倒 头部朝下摔落溪水 伤重不治 专家提醒说到野雪区滑雪 除了向导 一定要携带的是雪崩警报器 北海道的暴风雪持续下 不少民众还是喜欢趁着冬季到日本滑雪 但又传出滑雪意外 一名41岁李姓男子 15号上午跟太太在北海道的一处 度假村滑单板 疑似不小心头部朝下摔落溪水 导致头脸重创 获救之后还是宣告不治 这个滑雪度假村是大型雪场 相当受欢迎 滑雪教练也说 这边也有开放树林跟界外区 也就是野雪区 树林跟界外的部分 不是雪场可以担保安全的地方 一般滑雪场会有正规的雪道 就是在地图上面会 雪场地图上面会出现的雪道 那如果要滑这些地图里外的雪道的话 是需要有一定的滑雪技能才能够去滑雪的 因为男子滑的地区不在地图范围 野雪区挑战性更高相对危险 要使用得从闸门通过前往雪场界外 一旦闸门关闭就严禁越界 另外不用何时都不能进入严格禁止的区域 小学孩童除非有大人陪 否则也禁止单独进入界外区 教练也提醒滑野雪必带三宝 腰带翔岛戴安全帽 以及最重要的雪崩发信器确保安全 尤其近期北极冷窝难移 温度降更低 大雪纷飞 连外交通也受影响 而如果因为大雪取消航班的话 在保险部分 可以透过旅游不变险的行程更改保险 来申请理赔 来理赔额外的住宿或者是交通的费用 截至当地时间11点之前 北海道交通JR新干线 包含特快列车 机场快速列车等 总共213趟停试 从新千岁C厂触发的航班 取消6架次 札幌开往小村的高速公路 也因为暴风雪关闭 大雪下不停 民众前往当地旅游 除了自身安全 交通状况最好提前确认 避免影响行程 另外看到在新疆的阿勒泰地区的暴雪 上周发生了数十起的雪崩事件 造成了仅需有上百名的游客 他们没办法下山 都滞留在山上好几天 由于雪还在持续的下 不仅游客的车没有游 村里的车也没有了 因此当地政府现在紧急派了 铲雪车跟工人加速铲雪 希望能让游客逐步的下山 新加阿勒泰地区数百名的游客 因为当地暴风雪和十几处雪崩 造成道路中断 大火滞留在山上已经好几天 村里的车也都没游了 现在大家的交通 就是一天比一天困难 可能接下来没游的车 大部分都在走路 接下来可能要靠马比较多一点了 由于雪还在持续下 当地的道路养护部门 出动了四辆扫雪机和一队工人 清理国道 并打通通往沿线散落村庄的道路 让游客逐步下山 当地甚至派出救援直升机 飞越狭窄的雪山峡谷 搜寻被困人员 并将电力 通讯 医疗人员 以及发电机和燃油等物资 送到了山里 在载运伤者下山 镜头转到美国 北极风暴喜美 北部各州创下了历史低温记录 其中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 更降至零下50度 白宫也降下了大雪 一片白茫茫 水牛城的机场急冻 目前美国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低温警报 TVB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总和报道 好我们再来看是两韩关系 越未来恐怕会更加的紧张了 这是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说北韩官媒朝中社 16号指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在北韩最高人民议会 发表的一场演说当中 他呼吁要制定法律措施 不再把南韩定义为和解跟统一的对象 将修改北韩的宪法 将南韩定义为第一敌对国家 并且把在发生战争时 要完全占领南韩领土的承诺 也写进法律 北韩也在这场会议上面 决定要废除负责南北韩事务的机构 包括了北韩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 国家经济合作局 以及金刚山国际观光局 解散这些当初为了促进南北韩 对话与合作而存在的机构 另外北韩官媒也证实了 说昨天下午发射的是 中程固体燃料弹道飞弹 而且上头装载了起因素弹头 机动性非常大 水灵国恐怕是更难以监控 另外北韩外长率团访问俄罗斯 除了讨论武器交换 也可能会邀请俄罗斯总统普辛 到北韩访问 树林雪地浓浓烟雾飘扬 北韩2024年第一次发射 飞弹隔一天就公布 升空照片和上一次发射 只相隔27天 北韩首都发射中长程 极音速飞弹宣称飞行速度 达到5马赫 强调特点就是机动和滑翔 性能比较难遭到他国拦截 射程三千到五千五百公里 专家分析 专家分析今年4月南韩即将举行国会大选 加上美国11月总统大选 北韩透过5赫施压 北韩外长崔山基也飞抵 莫斯科双方可能针对武器交换 进一步讨论 甚至不排除代表金正恩 邀请俄罗斯总统普清到访北韩 TVBS新闻读到 而针对美国的非官方代表团访问台湾期间 诺鲁共和国突袭式的宣布跟台湾断交 对此随行的AIT理事主席罗森伯格 在今天召开记者会 强调诺鲁政府的动作令人相当失望 更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媒兑线建交承诺 拜登判前的高阶代表团15日放台 日记诺鲁宣布与台湾断交 配偷了AIT主席罗森伯格这样说 只是诺鲁也是第一个 我前邦交国引用联合国2758号局议文 作为与对岸建交的理由 只是罗森伯格也不断强调美方这个立场 只是诺鲁被北京挖走 美国也面对第二岛链 自2019年吉利巴斯和索罗森群岛后 再度出现破防 诺鲁跟我们说再见的同时 菲律宾总红小马克是发滚注和赖清的当选台湾下届总统 这次菲律宾政府非常罕奸发贺电 面对中共势力的扩张 区域民主正义伙伴的动向也被放大检视 第一位新闻李国正刘婷听得不懂 诺鲁与我国断交 知情人士透露说是因为澳洲关闭的诺鲁难民处理中心 造成大约是26亿台币的财政缺口 这占了诺鲁年度预算的五成以上 成了压垮台诺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表达对消防同源以及异消弟兄的感谢 总统蔡英文接见凤凰奖的得奖海摩人 特别表扬这一群内政英雄 难道是因为外交正面临这个问题 由于诺鲁自身的财政问题 在我国与中国之间进行比价 在中国提出巨额的经济援助的利诱之下 诺鲁选择与我国断交 指控大陆看准诺鲁财政缺口 拿钱交朋友 知情人士透露 因为澳洲关闭诺鲁难民处理中心 造成大约26亿台币的财政缺口 占诺鲁一半以上的年度预算 也成为压垮台诺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操作金钱外交 打压我国国际空间 并选在我国成功完成民主选举之后的两天出手 中方对脑鲁政府决定表示赞赏和欢迎 对岸不但赞赏诺鲁大陆的央视 也随即进驻诺鲁开播在地电视频道 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表示 对诺鲁的决定感到失望 还提到台湾不仅可靠 也跟美国一样秉持民主价值 美国愿意继续深化跟台湾的往来 尽管国际分析不意外 TVB新闻的李宗伟佳琪台北采访报道 而在中东局势部分 夜门的胡塞组织为了声援加萨 所以不断攻击在红海的船只 而这一次甚至打到了美国的货船 另外胡塞组织背后的金主伊朗 周一晚间也轰炸了伊拉克美国领事馆附近的区域 号称是要消灭反伊朗的间谍总部 黑色轿车 车头撞凹 警方徒手搜索 就是这辆车在以色列中部冲撞人群 酿成一死十几人受伤 两名巴勒斯坦嫌犯已经落网 这样的攻击案件在以哈冲突后频频发生 哈马斯最新还公布一段人职影片 号称乙军对三名人职开枪 造成其中两人死亡 一人受伤 而尼巴紧张局势也烧到国外 以色列足球员回国时受到英雄式欢迎 因为他在土耳其比赛时 秀出手腕上写的一百天 象征人职被绑百日 比赛结束后遭到土耳其警方询问 尼巴尼哈马斯的胡塞组织 依然在红海发动攻击 这次打到了美国货船 胡塞大方承认 毕竟他们背后有人撑腰 伊朗自己也出手 周一飞弹打中伊拉克美国领事馆附近 伊朗声称攻击了一座间谍总部 不过美国澄清没有美方资产受到影响 第一遍新闻综合报道 好在新的一年国际局势上恐怕也会出现更多的变数 这是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15号发表的政策演说 他表示冷战后的和平红利时代已经结束 预测世界各地的冲突未来只会增加 而且他明确示警说在五年之内 世界恐怕会面临多场涉及了包括俄罗斯 中国大陆 伊朗跟北韩的相关冲突 夏普斯强调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而且没有任何一场冲突是孤立现象 面对任意复杂的世界 在2024年充满许多的不确定因素 好美国在下半年的大选 现在也充满了很多不确定因素 我们来看到是美国共和党第一场的总统初选投票登场 爱荷华州选民冒着历史最低的气温 选出代表人选 这也开启了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前总统川普不出所料 打败了前联合国大使海力 还有佛州州长迪尚特 距离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是更近了一步 而美联社在初选开始33分钟后 就立刻宣布川普是获胜的 川普是以将近54%的得票率位居在第一顺位 事实上川普在民调当中 一直保持遥遥领先的优势 初选告捷似乎早成定局 而川普在爱荷华州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也将让他更能主张 自己是唯一能够对抗拜登的总统候选人 好 那么就来看到在台湾刚刚落幕的总统大选之后呢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选后至今是还没卸票 不过他昨天先在脸书上面向支持者致歉 他表示近期都在忙着跟立委们讨论未来国会的改革跟布局 希望可以落实大选期间民众党提出的相关承诺 而同时柯文哲也积极的抢攻未来四年的手头族 柯震宁透露目前柯文哲在高中宣的当中 支持率已经超越蓝绿 选后依旧早起上工柯文哲还没卸票 原来都在忙新国会 他透过脸书和小草们对话 为自己还没卸票道歉 说改革远比位置重要 最近都在和立委讨论国会改革 落实民众党大选时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承诺 卸票之旅还在安排中 虽然2024这局可文哲败选 不过摊开他各县市的得票率 新竹县市桃园台中苗栗 五个县市冲破三成 新竹县市稳居第二 其中在竹北和新丰超越蓝绿 拿下第一成全台铁白区 让白银有自信会继续成长 自曝柯文哲在高中生支持率领先蓝绿 这群人未来四年都是首投足 未来在国会当中 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年轻族群 来发声争取权益 不管是带居住正义 或是低薪高房价等等的议题 我们都会持续的来协助年轻人 这或许也让绿营有所警惕 王一川就分享 最近收到的年轻人 写的信 我没有想一戏致富 也不会去当车手 但通膨就是存在 我骑车上班还会被人家检举 蔡总统你住八年了 我租房子怎么那么贵 我爸妈退休金不够 还叫我付钱 蔡总统你又做了啥 其实政府回应的模式 都是年轻人听不懂 我取决率比较色载 政府说我们盖了什么几十万户的 那年轻人说我没住到 对 未来首投足选票 柯文哲已锁定 市井未来的赖政府 要懂得体会年轻人困境 否则年轻票依旧流失 TV别宣传 花镇森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好而在总统大选失利过后 国民党内部的检讨声浪不断 包括了张亚中 他将炮口对准了朱立伦 要求朱立伦应该请辞 否则就是不知廉始 但新北市场侯友宜则强调 所有的败选责任 自己会一肩扛起 回归市府后 首次主持治安汇报 后宜先为问同仁 选举期间的操劳 选任期间的纷纷扰扰 抛朱脑后 市政才是重中之重 但选后美方派出前 副国务卿 史塔伯格 IT主席 罗森伯格等人 组团访台 没有党务 选务再生的他 还是特别拨控接待 在美国访团面前 也强调市政第一优先 言下之意 是不是要与党务绝缘 先求做好自己党的事情 对朱主席有信心 但党内却有人很不满意 要朱立伦辞职 苏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 甚至说他不知廉耻 今天不想下台 就说党中央要团结 希望大家团结 各位这是什么逻辑 中国国民党是不是从此以后 不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一个不知廉耻的政党 你要了解你正在写历史 任何一个批评指责 或是对党有些情绪性的 请不要忘了 何有余才是这一场 该负责任的主帅 检讨冲着自己就好 但选前看不到选后立刻开炮 谁来组织公道 国民党恐怕还面临了重新整顿 因为现在喉喊两人 心结也再度被提起 新北市场侯友宜 在开票当晚的败选感言 还有脸书的感谢名单 遭质疑都独漏韩国瑜 侯友宜最新的回应 我们要连线记者叶峰为 2024中央悬赛 国民党吞败 但新北市场侯友宜 在开票当晚败选感言 提到感谢党主席朱立伦 搭党赵少康 与侯伴执行长金普通 就是没提到不分区立委当选人 韩国瑜 同时在脸书的感谢名单 也漏掉了韩国瑜 被质疑两人 是不是貌合神离 对此侯友宜听到之后 撇头藏不住笑意 是不是外界也好奇说两个人是不是有一些心结 你一定是 这样子 我非常谢谢郭宇兄 不管是韩国瑜也好 其他的部门区立委也好 甚至包括很多的在国民党前辈们 马前总统 肖吴总统 我都讲过了 王院长我再讲一次 免得你又要问我问题 王院长 还有这个联赞主席 以及吴伯雄 伯公 如果万一我又名字 因为太多了 没有提到 请大家 记得我那天晚上讲的话 又被质疑不合 侯爷爷重生 他非常感谢韩国瑜 开票当晚 两人还在选办 特别碰了个面 同时 侯爷爷也把感谢名单 重新念了一遍 就怕被说跟谁又有 不合传言 欢迎继续回来Focus 我国的中美洲的友邦 瓜地马拉 新任的总统阿雷瓦诺宣誓就职 但典礼却比原定时间晚了超过9个小时 原来是在国会占多数的反对党 发动了杯葛岩石就职 还引发了阿雷瓦诺支持者的群情激愤 因此在国会外头爆发了激烈冲突 真是一波三折 我国中美洲友邦 瓜地马拉新总统阿雷瓦诺 玩了9个多小时才宣誓就职 原定周日下午三年举行的典礼 延到周一午夜刚过才举行 原因正是他口中的政治斗争 原定的就职时间 瓜地马拉国会一团乱 阿雷瓦诺所属的总资党 只有160席中的23席 该党先前因为诈欺遭到停权 23名议员身份有争议 反对党仗着多数以审查身份为由 杯葛拖延总统就职 从国会内乱到国会外 愤怒的阿雷瓦诺支持者 等不到就职跑到国会外示威 跟警方爆发激烈的推挤冲突 幸好最后就职举行冲突也没有扩大 阿雷瓦诺主打反贪腐 有台但不反中 去年大选二轮投票才当选总统 检方不认账发动当选无效诉讼 虽然最高选举法庭裁定当选有效 但是朝小野大对立四年任期恐怕没好日子 TV宣众不到 好另外在台湾选举过后 中国大陆再度展开了文攻武嚇 中共党刊16号发布了习近平 谈论统战工作的相关文章 那么当中在涉台方面 习近平表示要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 反对台独的分裂行径 要推进完全统一 大选后大陆东部战区又推出新的练兵备战画面 包括大陆海军某护卫舰支队 多艘舰艇组成了编队赴东海进行海训 提升编队协同作战能力 本部研判共军在近期仍然会持续借着 常态性的战备警循等活动 并结合认知作战及威慑定带勤劳的作为 压大对我的威慑的力度 不只如此选后第二天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文谈统战 他在官媒《求是》杂志中 署名表示贯彻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 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推进祖国完全统一 同时大陆外交部15号 在例行记者会上 一连回复了7个跟台湾相关的提问 包括新加坡的外交部 恭贺赖清德和民进党胜选 虽然新加坡外交部有强调 将在新加坡的一个中国政策基础上 继续发展对台友好关系 但欢迎和祝贺 看在北京眼里依旧非常刺眼 另外选举期间台湾是否遭受网络攻击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 跨国科技网络安全公司Cloudflare 针对台湾的阻断服务攻击 做出了统计 相较于2022年10月到12月 增加了624% 若按整年比较 2023年全年 则比2022年全年 台湾遭受阻断服务攻击 增加了3370% 让台湾成为了继新加坡 美国和加拿大 遭受全球网络攻击 第四大受害者 TVB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好 至于在冰岛也不平静 而且当地的火山喷发第二天 火山活动虽然是趋缓 但当局不敢道以轻心 出动了直升机 船舰还有在遭波及的 滨海小镇来进行巡逻 而这一次熔岩是从地表裂缝 逼近民灾 所以这破坏威力十分惊人 所以冰岛总统也罕见 发布了电视演说 呼吁全民要提高警觉 应对灾害 高空俯瞰 冰岛西南部海滨小镇 格林达威克 地表出现大片熔岩 好几栋被包围的民宅被吞噬 几乎被以为平地 不远处还有能源窜出 从住宅区到连外道路 随处可见火山熔岩形成的 黑色土石 冰岛火山无预警喷发 当地媒体驾车进入灾区 现场到处能源狂窜 尽管目前战时未传出伤亡消息 但当局不敢大意 直升机空中巡逻 海军船舰也在隐暗待命 因为这次喷发不同以往 不只熔岩流窜 火山口害命 火山释放有毒气体 专家警告也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并倒过内或火山 至少五十做 必须必要措施 应对难以预测的灾害 并倒全国 绷紧神经 而在日本关东地区的天空 出现了这个绿色的巨大火球 随后还发出了爆炸声响 日本的天文研究员研判 应该是陨石坠落地球 另外在秘鲁机场 传出疑似查获了外星人的木乃伊 但经过化验 已经证实是假的 一团带绿光的大火球 突然划过天空 大约四分钟后 天空突然出现爆炸声 日本关东地区 15号清晨 6点55分左右 天文研究员藤井大地 从自家架设的固定式摄影机 拍到这个画面 火球从画面右上方 快速划过天际 从圣奈川向长野线方向移动 藤井大地研判 这个绿色火球 可能是陨石降落 另外秘鲁海关 昨年在机场 发现一个神秘纸箱 里面声称 装有疑似外星人的木乃伊 秘鲁官方经过化验后 宣布这是假外星人 这个木乃伊 虽然有细长的头部 只有三只手指头 但化验结果显示 都是由塑胶 金属 动物与人类骨头制成 根本是一场骗局 去年9月在墨西哥国会 曾展示出两具外星人木乃伊 大多数专家认为也是假的 秘鲁文化部也说 那不是外星人 但无法证实 两起事件是否有关联 而年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新奇在瑞士正式开幕了 除了全球经济跟世界局势 今年人工智慧 AI的议题 也是一大重点 国际货币基金更预估说 AI恐怕冲击全球高达 四成的就业机会 货枪警察守在会场门口 一年一度 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在满地白雪中登场 今年比起往年聚焦大事 包含了人工智慧 一年之间 一年之间 AI成了超热门话题 从人工智慧调酒机 到无所不达的CHET GPT 新科技带来新希望 在论坛上 各国领袖可能更在乎AI一优 INF预测发达经济体 AI甚至影响六成的工作机会 劳动市场必须适应调整 但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乐视会说 接下来十年 贫富差距只会变大 为了参加论坛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人已经到了瑞士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来了 过去两年达沃斯论坛 泽伦斯基都是远距视讯 这是他将亲自发言 讨论他的和平方案 俄罗斯率先发难 认为总统泽伦斯基 再怎么说服西方国家 只要他们不在现场 和平谈判就没有意义 TB新闻众报导 好 所以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 很明显的是AI成为了聚焦重点 尤其是刚刚知道 国际货币基金分析指出 AI将冲击全球40%的职场招聘 那么西部来看 这报告当中指出 AI一大的特点是 影响高技术工作 因此跟新兴市场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 先进的经济体 将面临更大的AI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 乔治艾瓦表示 AI将影响已开发经济体 60%的工作 执行一些目前由人 来操作的关键任务 借此降低劳动的需求 因此全球有40%的就业招聘 可能会受到影响 但也有更多因为AI受贿的可能性 所以成了两面人 好 AI对劳工市场的影响 未来有待观察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在新的一年 南韩劳工的日子依旧不好过 有多达17.5%的南韩劳工 他们每周实际工时超过了48小时 因此前少事多 离家远现在成了大部分 南韩劳工的工作写照 南韩上班族有多辛苦 最近一份调查显示 上班族认为最辛苦的是 长时间低行劳动 职场规模越小 越感受到恶劣的劳动条件 例如这位A先生 公司虽然禁止加班 但工作没做完 还是工作到晚上11点 没能留下记录 另外一位B先生 虽然工作不是急事 但还是被要求熬夜工作 上完夜班回家后 因没有熬夜而被贴上 不履行业务指示的标签 南韩劳工的长工时 排在全球前五名 南韩开发研究院分析 因为南韩可以选择 工作时间的幅度有限 所以工作时间比其他国家长 南韩劳动研究所的统计也显示 2023年每周实际工时 超过48小时的劳动者比例 达到17.5% 远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值 7.3% 按年龄层来看 50多岁 学历高中比业的劳动者占最多 长时间工作爆干 更累的是通勤时间太长 交通工具 汽车超过半数 公司和地铁只占三成一 对大众运输的抱怨也不少 前少市多离家远是大部分南韩劳工的工作写照 也难怪许多新世代的年轻人宁愿在家躺平啃老 也不愿意出门找工作 2024年南韩最低时薪来到9860韩元 换算约台币242元 调升2.5% 调幅是近三年来最小 随着通货膨胀物价高涨 增加的薪水通通拿来填补生活成本 新的一年 南韩劳工的日子依旧不好过 体育原子新闻最后报道 好 其实不只是基层的员工 经济前景不明 加上地缘政治动荡 经历了大离直潮的人力短缺之后 包括了CEO也撑不住 去年在美国有超过 1500间企业执行长离职 年增率高达了50% 从2021年的4700万 到2022年的5000万 这是美国的离职人数 尽管在2023年 大离职潮有平息的趋势 这样的风潮也不断往顶层吹 持续冲击各大企业的发展 根据就业咨询公司的统计 去年高达1500个企业执行长离职 其中包括YouTube 以及石油巨头的领导人 顶层的流动也暗示着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包括地缘政治的局势升温 挥之不去的通膨阴影 加上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都成为这些顶层管理人 抵猜的主要原因 管理阶层流动比较高的 就是科技还有医疗产业 跟疫情也脱不了关系 所以有很多改变 在这些区域 的方式我们看起来是 医疗医和技术 那两个区域 那里有巨大增并 在疫情当时 COVID 他们在巨大执行业 他们设计了自己的公司 向向一世界 似乎像我们在疫情 现在它们下降了 他们开始做很多改变 执行长的变动 对企业来说可能造成巨大的冲击 就人事成本方面来说 一个公司成员离职 通常要花1.5到2倍的薪资成本 才能找到新人选 如果是S&P500企业CEO 在2022年的平均年薪来算 一年就是1670万美元 也就是说一个执行长离职 可能公司至少要花上 2500多万美元 这一定是厉害的 这不是只是执行长 而是新领导职业CEO 也就是新领导职业 经常会职业职业 要职业职业 非常贵的 他们进行业职业 新领导高层上任 势必对人事变动 还有公司发展的方向调整 因此对企业来说 也必须承受一定的风险 如果经济有一个轻轻的距离 我们就轻轻地移动 到一个比较静 我们可能会看到 实际上的轻轻 在这些公司上升 但是如果我们进行 下一个离职业 然后公司开始 做快的改变 因为公司在一个离职业 由于CEO上任前100天 就是决定这位新任管理人 成功与否的关键 因此没有犯错的空间 专家强调对于一般员工来说 新CEO上任 对心理上的冲击 恐怕远大于实质上的影响 TVN新闻综合报导 而很快的农历新年 剩不到一个月了 不少人已经开始准备年货送礼 不知道腊肉您是否喜欢 包括高雄果貌社区传统肉铺 用纯高粱酒酿制的这个腊肉 还有台南二空眷村 非常知名的腊肉店 他们主打四川口味 都非常受到欢迎 手工现罐香肠 肉多饱满 罐完还得吹电风扇 冷风风干 锁住美味 还有四川腊肉 也晒了好几天的日光浴 台南仁德区 二空眷村知名腊肉店 年节前老板全家总动员 忙着出货 这两天都积到东部 北部 桃园 新北市台北 开业超过四十年 传承第四代 主打四川口味 以自然风干为主 也有烟熏口味 尤其冷冬风味更好 一般腊肠还分好几种的腊度 农历年前最抢手 每一种都热销 我熏过的话就是说 要用那个那个稻穀 柚子皮 还有那个甘蔗渣 不辣的 然后这个豆腐 然后这个小粥辣 老顾客的习惯 各种口味都来一点 高雄果贸社区 传统市场内的老肉铺 卖超过一甲子 老板最自豪的 是以金门 红标高粱酒 腌制的腊肉 完全第一个 纯金门高粱酒 第二个完全手工在腌制的 西部找不到 腊肉香气十足 还分梅花五花两种部位 香肠也有麻辣跟豆腐口味 卷村长大的 吃过就上瘾 应景年货 年结前 大家抢着下订 店家忙着备货 过年前冲一波 新春上机 TVBS新闻 爱招贤顾首昌 台南高雄 综合报道 当然讲到过年 很多人就也很期待 能够试试手细 因此台采也公布了 金龙年的奖项内容 在呱呱乐部分 2000万抄袭红包投奖 加码到了8个 100万的奖项 也有1000名 还有中奖率100%的金龙奖 也备受大家期待 另外大乐透部分 加码9.7亿元 开奖19天 创下历史新记录 预估今年的销售金额 将增加58亿元 大选靠着自身魅力 冲出了369万票 但未来如何重整西谷 考验民众党如何平均站立 上午7点 柯文哲上班去 被问到下一步 已读不回 同一个上午 民众党八位部分 区立委当选人 举行记者会 没有主席带领下 黄国昌 黄珊珊成为媒体焦点 我们继续努力好不好 总统大选落幕 蓝绿夹杀 柯文哲已第三名落败 但民众党才成立没多久时间 2024这一亿 成为蓝绿最大威胁 虽败犹荣 确实我们达到了 所谓三党不过半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说呢 过去大家也没有想到说 台湾民众党可以在这一次呢 有这样子一个 三百多万票的表现 你放眼到半年之前 或是一年之前 没有人想得到 很多人他们抱持的一个态度是说 希望台湾在蓝绿之外 我们可以有新的选择 它可能不要有过去传统的 一个政治的一个包袱的框架 发展的越快的组织 其实它的稳定性不是很高 因此我们现在对民众党 过度的觉得看好它 或者过度的去唱衰它 其实都不是非常客观的 但是我们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这个党呢 现在看起来它的成长的空间 潜力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因为支持它的 大概平均年龄 大概多数不能讲全部 多数是在40岁以下 20岁以上 随着时间的 我们再往前推延 现在十几岁的这些青少年 很快的慢慢也都会进入到 具有公民权 这一些更年轻的年轻朋友们 我们一般在政治的观察上 投票行为的观察上面 他们基本上还是比较偏向柯文哲 民众党义军突起 只是观察柯文哲在台北市 得票率敬陪莫座 八年台北市长执政优势 并没有加到太多分 柯文哲在台北市 得票是垫底的 他某种程度凸显出 其实台北市民对于 八年柯文哲的一个执政 他这个政绩 坦白讲是不买单的 尽管如此 BBC形容柯文哲是 撼动台湾政坛的黑马 但民众党仍有两大隐忧 一来他们得利于 民众不满蓝绿的情绪 再来则是严重依赖 柯文哲艺人 其实我觉得艺人政党的 这件事情 他的说法已经算是 比较过去式了 因为我们确实 从这次的状况看出来 民众党成立四年 但是在这次的总统选票 已经南瓜超过了 四分之一的选票 对于台湾民众党 接下来的路线来说的话 当然可能会希望说 延续柯文哲他的一个话题性 他的声量 跟他的领袖魅力 有学者分析 全台368个选区 柯文哲得到的票 比民众党还要高更多 这代表柯文哲 比民众党本身 更具有跨选区的魅力 对许多选民来说 他们相信的是柯文哲 不是民众党 一旦柯文哲人气下滑 民众党会不会跟着萎缩 当这一个具有 我们讲说这个魅力 领袖魅力的这样子的一个领袖 如果他逐渐逐渐失去了 他的魅力了 甚或他离开了某一个政党 那对这个政党的发展 确实是 的影响就会非常大 他有没有机会培养出来 他的某种一定程度上的接班人 而且或者说民众党的发展 能不能给群众取得信心 民众党跟过去的 这个清明党好了 清明党的确后来面 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一人政党 所以他逐渐逐渐萎缩 那同样的这个情形 是不是一定发生在民众党的身上 那这个我们还要观察 民众党空战场 下一步要建立扎实陆战基础 学者认为若能善用党内活旗 民众党不见得会成为一人政党 假如没有克文哲这根帐篷住 缺乏资源与地方组织的民众党 能否持续茁壮 未来两年到四年的布局至关重要 TVBiz新闻 崔仲勋王浩宇台北采访报导 感谢收看Focus世界新闻 我是钱丽如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